加熱管 第一次 熱水管還有排 嗨 大家好 歡迎來到小編QM的時間 今天要幫大家介紹 以上是這個造成熱烈搶購的 海爾12公斤文童洗衣機 對對對 我在FB上面看到大家 熱烈討論喔 真的 那海爾原廠這裡呢 也接到許多消費者如雪片般飛來的問題喔 哇 這邊呢 我們精選了十個最常見的問題 現在來為各位解答囉 好 那我們先來看看第一個問題是什麼呢 滾筒洗衣機的烘衣方式是什麼呢 這台滾筒呢 它是採用冷凝式的烘衣 冷凝式烘衣它的原理就是 空氣經過加熱器 然後加熱成熱風 然後熱風它會穿過它的衣服 然後變成濕冷空氣 然後濕冷空氣會經過冷凝氣的部分 來釋出水分 然後又變成乾冷空氣 然後乾冷空氣呢 再次通過加熱器呢 變成熱風 然後這樣一直循環一直循環 然後把衣服的濕氣排走 喔 那請問冷凝式呢 有比較省電嗎 有 它的優點呢 第一個就是比較省電 叫排風式的部分的話 它可以省大概十到十五趴的電力 那第二個呢 它不需要特別的去安裝排氣管 排水管就可以把水分排出 那第三個呢 冷凝式的烘乾溫度呢 比排氣式的還要低 所以除皺啊 和呵護的效果都比較好喔 好 我們來看一下第二個問題是什麼呢 空氣洗跟蒸氣洗的差別是什麼呢 蒸氣洗其實它是一個浴洗的功能 那在進行一些洗衣行程之前呢 你可以先設定蒸氣洗 那它就是會先利用60度C的蒸氣 然後大量的包裹衣服 然後滲透纖維 然後進行衣物的殺菌 可是這邊要特別就是叮嚀一下 有一些衣服它洗掉上面 不能高溫洗衣的 那就不適用 那空氣洗的話其實算是孩兒的一個獨家功能 蠻特別的 那個是什麼啊 它其實是採用50度C的熱空氣 然後去穿透衣物 然後進行除臭啊 去味 捧鬆衣物 像我們去吃火鍋啊 回來不是衣服上面 外套上面就會有味道 可是有時候你想省水 不想要就是單洗 然後可能隔天就要穿那件衣服對不對 就給放進去嗎 就放進去空氣洗 無水空氣洗 拿出來 隔天馬上可能就可以穿 那像小朋友的娃娃丟進去也是可以進去除妝 也是可以啊 因為小朋友不是很喜歡把娃娃就是又抱又親 有些娃娃又不行 就是 厚水 丟進去洗 出來又是香噴噴的熊寶寶了啦 對 非常適合 那我們來看看第三題是什麼 那這台洗衣機需要安裝熱水管和排熱管嗎 這題真的超多人問的 那這兩個部分呢 都不需要 哇 那我想問一下 熱水管到底是什麼 因為這台還有滾筒它有內建加熱器的部分 所以可以直接把冷水就加熱成熱水 所以就不需要另外再接熱水管 那排熱管呢 因為剛剛我們有講過這台是採用冷凝式的烘乾 所以呢 它不需要接排熱管 裡面就已經有冷凝器 然後直接用水分就可以排出了 有個排水管就可以了 哇 這樣也太方便了 對啊 什麼陽台都可以適用 你不用特別加裝那些東西 太方便了 真的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第四題喔 那這台洗衣機呢 它有烘乾用的棉絮過濾網嗎 沒有 它只有右下方有一個棉絮過濾網 它是洗衣服加烘衣服一起共用的 好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一題的問題是什麼呢 想問一下這台洗衣機的排水方式是什麼 噢 本機是採用上排水然後內涵排水馬達會強制排水 噢 那強制排水的優點是什麼 噢 它可以把污水跟棉絮呢 就是制水管強制排出 然後所以裡面不會容易殘留污垢還有異物 哇 那這樣蠻重要的耶 真的 這樣衣服才不會越寫越髒 真的 這是真的蠻重要的一個點 好 那我們來看看第六題是什麼 好 那烘乾行程是否可以自訂呢 呃 先說明一下它桶內的就是烘乾的溫度啊 大約是在60度C左右 那裡面如果沒有衣服的話 空的桶是沒辦法烘的 那主要的話預設行程會有三個 嗯 對 第一個是強力烘 然後再來是標準烘 再來是運燙烘 對 那它這台呢也可以自訂那個烘衣 最小的單位數是30分鐘 然後最高的話可以設定到三個小時 喔 我自己使用上我覺得最特別的設計就是 它會自己判定衣物乾衣的狀況喔 嗯 如果你衣服已經乾了 它是會自動停止的 喔 所以就是如果你預設是兩個小時 對 然後一個小時就乾衣的話 它就停止了 對 這樣很省電啊 這樣很省電啊 不會一直轟 一直轟 一直轟 對 很棒 好 那我們來看下一題 嗯 那這台洗衣機的消耗功率是多少呢 它的最大消耗功率的話是1300瓦 嗯 可是它這個數值呢 是針對就是最大洗衣量 就12公斤 然後跟用最高溫60度去洗滴的時候 它耗費的那個瓦數 那如果你一般正常的用長溫在洗的話 對 那一般是500到900瓦而已 其實沒有想像中這麼耗電 嗯 這是消費者最care的事情 對啊 買洗脫空其實很多人就是 唯之缺步就是它耗電量啦 對 沒錯 對 這是蠻重要的 嗯 好 那我們來看下一題 好 那這台是否有自動頭放洗劑的功能呢 噔噔 沒有 那主要的話是因為它怕放太多洗劑在裡面的話 會造成氧化跟固化 那最後管線就會堵塞這樣子 那這台的洗衣機要放在哪裡呢 它的專用洗劑盒在這邊 噢 好 那我們來看看第九集是什麼呢 那這台管筒的開門方向從哪一邊呢 那它的直徑是多少呢 呃 這台是採用左開 那所謂的左開是面對洗衣機 從右邊開向左邊 那內桶直徑的話呢 我們也來實際測量看看 嗯 好 好 終於來到最後一題了囉 那這台洗衣機一次可以洗多少衣服呢 它錶定是12公斤嘛 那我們今天準備了1加4口 一天的衣服量 我們等一下來測試看看吧 嗯 好啊 透過上面的Q&A介紹呢 希望大家對海爾滾筒有更多的認識 那對於忙碌的上班族或是犬子媽媽 這台真是輕鬆操作又節省時間的必買家電 還有12公斤滾頭洗衣機 現在優惠促銷周 讓您輕鬆就很擁有 家事小幫手 銀灰獨家色只有MOMO夠網才有 歡迎上網選購 詳細資料請看下方的文字說明 多少畫面上的QR Code 那如果還有什麼問題的話 請以下方留言給我們 謝謝大家收看 掰掰 謝謝大家 楊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